又组装了两台铝合金的 咱们看一下组装过程 上下左右前后 这是伏件 把螺丝倒出来飞下 新朋友第一次组装的话 你可能看到这么多螺丝 不知道往哪用 这个是固定前风扇的 这四个 这后边这四个螺母是固定后风扇的 这四个螺丝是固定底角的 这两个是固定提手的 然后这边八个螺丝是固定前后盖的 这边八个是固定散热片上的 其他这个短的就是固定 这周围的散热片就是这个位置 像这个一二三四 对面还有四个 就是这个长点的螺丝 下一步咱们把这个底角和提手先装上 底角和提手装上去了 咱们把它放一边 下一步把这个端子安装到前壳上 它这个端子 这两个螺丝包括弹片不是纯铜的 但是人家这个螺柱 你看着是这个颜色 但是人家是铜的 所以说这几个这是我准备的 随同的垫片螺母和这个弹片 把这个替换一下 然后另外它原装带这个呢 接线端子有点太细了 要换成粗的 我都换成粗的了 有双面胶的话建议这样贴一下 这是贴手机瓶那种很薄的那种双面胶 这样贴上去的话 它那个亚克力板呢 在里边就不会晃动 贴完再把这个亚克力板 两边的磨都要撕掉 放上去 这样它在里边就不会晃动了 花点时间 把这个最后十的工程已经做完了 就是这个线 首先这个线这边你看 必须朝这个方向 朝下它就碍事 有条件的话 建议你用硅胶线 更方便 我这个是国标的六平方铜线 线鼻子是先压结 后换结 再热缩 编码器也是啊 只有这个方向 不然的话碍事 输出线 电源输入端用的是2.5平方的铜线 然后正负级呢 这边用的是10号的硅胶线 这个软好操作 下一步开始装壳 基本上就搞定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上盖和侧盖一装 所有螺丝装上去就OK了 这个花费时间比较长的 还是做这个线 这个尾线和前面这个线 这个花费时间比较长 上螺丝的时候要注意 螺丝不要一次性上进 而是分多次把它上进 这样才好操作 另外组装的时候 建议下面就是垫一个泡沫 这样的话不容易划伤 好了搞定了啊 一共组装了两台 由于前一段时间 店家这个铝合机外壳缺货啊 这两位朋友呢 钱已经给我十多天了 现在才跟人家组装好 感谢这两位朋友的信任啊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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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